中間的攝影大哥捕捉一些畫面 再來看一下我們的右邊 右邊 好 再來看一下我們的左邊 好 那我們再一次看一下我們的中間好了 給我們的全部攝影大哥們捕捉一下 捕捉一些畫面 那你對台灣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印象 比如說美食啊或是好玩的地方 好 現在要賺進來 有 他最想念的是珍珠奶茶 喔 珍珠奶茶 珍珠奶茶真的是台灣一個非常厲害 但他有嘗過什麼小籠包啊 或者是牛肉麵之類的嗎 他有去吃過林泰楓 他也有吃過小籠包 對 林泰楓好像是所有藝人來這邊必朝聖的一個地方 好 那想請問一下 因為我們的粉絲們其實都知道 林泰楓算是對時尚年非常有研究 對 那他本身自己也是大家的一個Fashion icon 那這一次呢 特別從韓國飛過來 立體Market 5的開幕活動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心情 可以跟現場的朋友們分享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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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ies 영 她現在夏天到了,她會不會推薦一下台灣的女生的夏天可以穿什麼樣? 因為夏天還很熱 現在夏天,或是韓國女生喜歡的夏天的髮型アイテム 你喜歡哪些髮型的髮型嗎? 最近很多髮型的髮型,我喜歡很多髮型的髮型 我喜歡很多髮型的髮型,我喜歡很多髮型 我喜歡很多髮型的髮型 像是在韓國,她們女生在夏天的時候就會比較有多 身上的飾品,或是比較白色系列的飾品會比較符合夏天的時尚 那你上一次來台灣,你距離這次有一點久了,會不會很想念台灣的髮型 昨天台湾到台灣的髮型,我會很想念台灣的髮型 我昨天台湾到台灣的髮型,我會很想念台灣的髮型 我會很想念台灣的髮型,我會很想念台灣的髮型 我會很想念台灣的髮型,我會很想念台灣的髮型 那你過去的髮型,我會很想念台灣的髮型 那我會希望他們繼續來hic為主 所以我覺得這次才會再來到這邊 然後她會以更好的模樣,更好的面貌展現給大家看 最後一個問題,最後一個問題喔 因為大家都很期待我們次接下來的波浪展 那可不應請大家介紹的話 希望大家可以期待 你是為了時尚的品牌的店開幕和他心情怎麼樣 我感覺如何 我感覺很好,我感覺很榮幸 每次我可以來台灣 尤其是時尚的風格和妝容 我興奮在這裡 特別是因為他本身對時尚跟事情 所以他覺得當天這帶也很榮幸 那可以請教一下 譬如說夏天的時候 他會比較推薦來吃什麼 所以他會在這邊走到一些 可以介紹一些關鍵 你會想介紹一些關鍵給你的粉絲 在冬天嗎 作為時尚的組織嗎 我意思就是 只要看起來很舒服 只要看起來很舒服 因為冬天很冷 所以只要看起來很舒服 他說主要就是 只要看起來舒適的風格都可以 所以基本上跟店裡都可以 他說因為台灣真的很熱 所以還是要自己吃午就好了 他已經來台灣這麼多次了 那這次來也沒有計畫 還在哪裡玩之類的 所以還在外面再下來 OK So after so many time visiting Taiwan Is there any place special you want to go or visit? 只要看起來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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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特別想要去哪裡 只要是比較酷的地方 他都想要去看看 就是要看起來很舒服 就是要看起來很舒服 最想要講一下就是呢 接下來 音樂方面的計畫 OK What's your plan for your music or album Oh yeah I mean I have a lot of different types of music coming out in the summer For the summer I have rap stuff I have like EDM Electronic music stuff I have some dance music So I have a lot of stuff planned for the summer 接下來的夏天 他會有很多不同類型的音樂 有電子 有舞曲 也有一些就是擾手 Thank you